原标题 传奇人物 福菲出身 几年时间就混成了东北王 在跟直系的争斗中最终获胜 统治小半个中国 后来又跟日本人斗志斗勇 可是我今天要说的是张作霖跟一个女人之间的故事 可以说 她才是张最大的贵人 没有她 根本就不会有日后的东北王 当年张作霖的亲爹死得早 她的母亲领着她后嫁给了一个兽医 可是张作霖渐渐长大以后 跟着个后爹实在不对付 经常吵嘴 再一次大吵之后 她的母亲出于教育张作霖的目的 又打了她 这使得张作霖做出了一个决定 离家出走 当时张作霖才十四岁而已 一个半大孩子就跟着车队来到了高坎镇 镇子里面繁华热闹 这使小张作霖兴兴奋了好久 但是没一会肚子就开始呼呼叫了 人生地不熟 又是一个孩子 张哪能找到活 就这样张作霖再高坎的街上流浪了三天 后来张作霖迷迷糊糊四处乱逛 就来到了一个叫滚泡的地方 在这里 她流浪到了一处人家 这家人正护人重地 张作霖建一群长工 正在屋檐下吃饭 这倒不行的她 也顾不得许多 便混在人群中吃了起来 大家也没有注意她 各管各的 原来这是各管一妇人家 男主人死去后 留下大片田地 女主人姓孙 自己种不了那么多的 每个农忙时节都要请工人 这些吃饭的工人都是她雇来的 张作霖在孙寡妇家一连混了五天饭 后来还是被工人们发现了 她被大火围着又推又打了 可是他人虽然小 但是却非常坚强 任凭大骂就是不哭一声 众人的吵闹引来了孙寡妇 孙寡妇见这个孩子怪可怜的 就上前制止了工人们 还让她继续在家里吃饭 张作霖感动的哭了起来 并且当场跪下任她做干娘 后来张作霖发迹了 身份越来越显赫 但是她仍旧不忘记 当年给她饭吃的孙寡妇 每年都派人给孙寡妇送钱 1924年孙寡妇去世 当时正值直奉战争 张作霖在前线指挥战斗 无法亲自赶到 于是她派了亲信 带着一笔钱前去击败 试想 如果没有孙寡妇的究竟 也许张作霖早就饿死了 也许她也不会成为后来的东北王 对于张作霖来说 孙寡妇就是她人生中最大的恩人 而她念念不忘孙寡妇 也体现了她知恩图报的个性 或许这也是她之所以能迅速发迹的重要原因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网红妇